應該這樣說,我人生中,其實我曾經跟自己說過 假設有一天,我沒有以前那麼好記性 有記憶力沒有以前那麼好 他們通知你,要你退隱江湖 我就會離開 因為我經常覺得我唯獨是有記憶 唯獨只有這個可取 如果這件事都沒有了,我自己把包袱撿走了 因為我某程度上是挺自豪的 剛剛這個星期拍攝的時候 譬如其他人剛剛寫了一份東西 例如兩板子 我只要看一看一看,可以拍了 然後我看到其他人要躲背很久 半個小時、九個字才進來拍 我真的很快,我一看 很快就記得 我唯獨這件事是我贏別人的事 我贏了這麼多年 當時到今晚見自問,我自己也是很害怕的 不行的 我也是,我也會在廁所背 我哪有見過你在廁所背 我要跟他們說,我有背過嗎?好像沒有背過 我聽到有些人說,我沒有背過 我原來不是你 哇!你還要握我 我大奶奶,我聽過 我女子,我看有些東西染癢癢癢 哇!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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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以為有人在裡面背東西 我有的,我有的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是說今晚見 我們下午就會開會 開完會,或多或少 都會有關於那天上來的嘉賓 這些資料 我會躲在一旁,都會暗暗沉沉背下 還有我自己很有趣 我一定要唸出聲 我以前讀書也是這樣的 如果你叫我這樣看的話 我是不記得的 我是要自己聽到自己的聲音 要開一次口 沒錯,進一次的腦 這些東西才可以儲存在我自己的腦裏 我就要抄一次 抄一次就更好 抄一次才容易寄進腦 抄一次就更好 有些人要手寫一次 要啊!要啊! 有些人要開口唸一次 要背出來 基本上我只要眼睛掃一次就可以了 但這些是短暫的東西 過後再問你,你不記得了 你問我現在四個禮拜前 亞洲小姐的稿 我讀給你聽 你怎麼看到這麼多東西 你裡面這麼多東西 怎麼會爆的? 都會有RAM帶 不會爆的 怎麼會不會爆呢? 怎麼會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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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你自己的RAM 如果你的RAM 其實舉例 你的電話是64GB 那當然是 你塞一些東西 你慢慢就會慢 然後有很多東西 你就會不見了 如果它是265GB 那有什麼所謂 對於它來說 很少東西 那終於有人會爆 不會 你還要救那些不清 它自然會清 你家屋這樣 你家屋這樣 塞塞塞進去 怎麼會爆呢? 如果你要認知 你的人類的腦部 為什麼說不會爆呢? 我是不會奉行 我覺得腦部 是會越練越厲害 是不會爆的 為什麼我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人類到現時為止 這一刻 我們人類的醫學家 科學家 人體學家 我們只能用到 我們腦部的十分之一 很少 我們還有十分之九 我們還沒用 我們十分之九 還沒用 你想想 我可以再多些 再多些 我還沒用到 我希望我能夠聰明 可以用到 人家用十分之一 我希望用五分之一 你成為愛因斯坦 你怎麼會爆呢? 如果你說 你記這麼多東西 就會爆 因為我們還沒開發 如果你去一個冰村 又或者北極 你想拿一些冰 一定會拿完 你知不知道它有多少 你算不到它有多少 那你就用 它有的 其實自己 每個人的記憶 其實是會生的 自己覺得沒有用的 或者是 經常都塞在裡面 我們好像一個櫃桶一樣 這些東西是會放在不同的櫃桶上 這些是跟情感有關 這些可能是跟氣味有關 什麼味道有關 它自己會生的 你用得很久都放在櫃桶上沒有用的 他覺得你沒有用 就會抽出來 而且人的腦袋真的很有趣 你問我過往 我記憶是否真的強得那麼厲害 其實我是練習的 我從來不會告訴自己 這麼大板 就有時間去記 不會 我是會說 一定要記好它 我是迫自己 一定要放下去 你慢慢慢慢 由一版 好快記 然後兩版 好快記 四版好快記 六版 你一直會練到的 你有方法的 是練到的 你記也有方法的 是一種方法來的 而且我從來不會覺得 握了一些東西之後你會爆發的 所以我就 譬如Sara跟我講 什麼電影 我們全部的對白都記得了 這樣這樣 就這樣 不過 因為我的記憶方法 跟你們很不同 你是圖像記憶 而且他記的東西也會很不同 有很多東西你都會記得 是吧 不一定的 我真的很快很容易 那些東西都會忘記 他沒有練 是啊 而且可能他不喜歡這樣做 你根本就不想記 有時候 可能有些很久之前的東西 其實你真的不說 我真的不記得 你以前讀書的東西記得嗎 當然不記得 例如要你練木蘭詞 你記不記得嗎 當然不會 你會不記得嗎 我還記得 乘數表就記得 乘數表你記得 乘數表我都不知道 背了多久 人家要我二年班的學期 就要背多 我三年班 死了背一年 為何會這樣 我要三年班才記完 那他的記憶力就是 你記憶力不好 不怪你 我還試過小學 我只是說小學 你明明在廳裡說要入房拿東西 去到房門口我拿什麼 小時候已經是這樣 你小時候要念A B C D E 那你是不是要念了很久 一至十 那久不久 這個可能太小了 已經忘記了 那就是他忘記了 他連自己要念A B C D E 我已經忘記了 我一向就懂A B C D E 但你問我怎樣念回來 我已經忘記了 但你今天有大喜訊 幫到我們這些 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 原來他都沒有 你有大喜訊 你是金魚來的 我不知道怎樣說 可能我自己覺得 你在這一行生存 你一定要有東西厲害 才可以打低別人 記性在這一行是很重要的 記性幾時都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這一行很多東西要背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厲害一點 你幫人節省時間 人家一定要請你 對 這就是你唯獨 你可以唯獨獨磚的一個 讀門方法 對 看你做什麼 我覺得如果你做主持的話 一定要 一定要記性好 因為我們也聽不少 你幕後也有說過 他會堂了 他開始忘記稿 一定是這一句 對 而且人們一說很快 對 當然 所以有時候你去到片場 你要給一些工嫁的人 耍給他看看 自由啊 我當時聽說 又是說電視台某個大姐 又是這樣 我聽人家這樣說 他一進入錄影廠 就已經擺了一個姿勢出來 說他將會要自己說幾個版紙 一個人 是說什麼 就是他將會主持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 其實是很難背的 你不覺得嗎 不覺得 我真的不覺得 我也不覺得 遊戲規則 第一你不能錯 你真的要跟隨他每一個字 你不是用自己口語化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不會錯 你知道怎樣玩嗎 我們記的時候我們自己在玩 我們的腦袋是在玩的 所以我們的步驟是 步驟1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所以我們只是說我們的腦袋 如何玩 技步驟容易 幾版紙 不是一版紙 大姐 我都不覺得機遊戲 因為經常做NU DINNER都是機遊戲 幾版紙 你不是出鏡那些 你不是出鏡那些 我知道你說誰 我相信我今天的紀念比她更好 那你比他年輕就當然了,你不要這樣說 即是說他當年做到的事,他當時做到的事,我夠膽告訴你,我都做到 你的意思是當時阿姐那個年紀要做的事,你今時今日的年紀都可以做到 那一刻他入廠之前,他所有的事我都做得到,所以我不會很服他 當然是因為你覺得你做到,你就不用服他 我們這些做不到,我們那些就這樣,入到廠,正是怎樣? 問那些攝影師,你做到什麼? 你們準備好了嗎?我一副過的,沒有副錯,我不補的,我不NG 帥啊,很有信心 那幾版是他 是不是Live? 不是啦,因為那個是要錄下,錄影遊戲 錄影不是很害怕的 要錄下他怎樣去說遊戲規則的事 即是每一集遊戲規則都是播出這段影片 明白,但我想知道的就是韓姐 他那篇影片的話,他不是馬上給他的 不是馬上給,不是馬上給 不是馬上給,不是馬上給 做了功課,他一定是在家背熟了,滾瓜爛熟 但是這一下真的會令到旁邊所有人都很害怕的 大哥,我沒有說錯,你剔錯 你導演,你不要剔錯機 你問我這個女主持,夠不夠另一個厲害 我想他望塵莫及 他只能用這四個字去對著另一個人 因為他聲稱他背這些遊戲規則很厲害 但這樣也挺厲害 也挺厲害,但我們會覺得我們也能做到 但是過往一個人,我告訴你 我真的百分百可以跪在地上 五體投地 因為你問我記憶力這麼強,我能不能做到 可能我要花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做到 但他只需要花一個星期時間才能做到 我便覺得很厲害 記得當年沈殿霞一次過用念口網 背了整個電視城所有藝營的名字 人名嘛 總共378個,一字不漏 怎麼寄啊大哥,三百多個人名字 他全部是說出來的 我陪他在家裡說出來的 他真的很厲害 那他用什麼技巧來寄過三百多個人名字? 他一段一段寄 我寄完這一段了 這一段熟了,就寄走一段 都應該是這樣 沒錯 不定重溫 然後就加了 我猜應該是這樣 一邊加,一邊加下去 可能是第一段我已經寄熟了 我才寄第二段 寄完第二段之後 由第一段開始寄到第二段 沒錯 再加上去 一直加上去 他不是一次過背了三百多個人 他就剁開他 他就剁開他 他就像以前的明星歌 陳寶珠,蕭芳芳,李思琦 一直在背 他一直唸 但是他說 這是一個記憶法 唸好五十個 五十個 他說 師傲啊 來不來問問我 第一段 陳寶珠,蕭芳芳,李思琦 好了 他背好了第一段 他嵌第二段 是 他都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 你給我嵌第二段 我已經忘記了第一段 那你就自己又再重複 其實記憶一種方法 如果你說自己的記憶不好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勤力 你是不斷地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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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終會記得 所以你只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記憶不好 我真的百分百佩服審地下 你在短短幾分鐘的表演裡 讀了全台所有藝人的名字 一字不漏 其實是真的做到 因為我最近有一次 幾年前 有一個在台灣的教書先生 但他也是綜藝卡 出了一個rap歌 就把所有全台灣大學的名稱 一次過rap出來 總共有二百幾個還是三百幾個 他就當一首歌 他都說他練了很久 但是還要是快的 密集的 就是這樣 做到的 做到的 但是你告訴你 人就是要練 你放棄不練習的話 就等於有一天 我經常跟聽眾說 如果有一天你告訴你 梁思浩 你的記憶力沒有以前那麼好 我自己也怕別人打下我 不過你放心 旁邊的人都不敢跟你說 你自己的記憶不好 等於剛才你說的 當年說很聰明 背了那一疊 我當然知道是說誰 你知不知道 當年他這麼好記憶力 他比較大的攝影師 各位 一剔 不要剔錯我 這個遊戲規矩 3 2 1 現在今時今日 整個電視台 只說他回堂 所有的東西都被人記 被他罵人 那算了 他年紀大 也有情有可原 也有威過 所以就是 為何他當年會這樣做 當年會這樣做 就是我們一種 拋浪頭 顯示自己的實力 所以你是阿姐阿哥的功架 所以你才會覺得我是阿姐 擺門 其他人做不到的事 但我做到 擺門 厲害 而且他這樣說 你會很害怕 當然是害怕 我想說他自己說出來 他不害怕嗎 如果待會他真的NG了 那他不害怕嗎 是的 很害怕 那你是不是自打嘴巴 其實不會的 其實我也有幾次跟你們 一起開工 我也有擺門 因為我要用一個門 去鎮住那群組 那你也有 我很記得他們一件事 司徒說 一會兒在Live Rio 要不要試一次 當然不用了 直離 直離高順 那他們都說 連試都不用 我可以了 出街的時候我會讀到 我都會去擺門 就告訴你 我能夠坐到今天 你以為我不是普通人 那倒是 你們有十足把 我就擺在門 我擺在門 就是豆腐門 豆腐渣工程 如果我擺就這樣 那頭說完 那頭我就很後悔 你還會嚇自己 剛才你說得開 廿文廿武 之後你就開始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的話 就沒有了 一路沉下去 那當然你對自己的 百分百的信心 別人叫你試不用了 DJ不用試 可以了 你數給我 多少秒 三十秒 你是有本事的 這件事 三十秒Live Rio 我自啟不如 我也不夠膽 就算我有百分百的信心 我也不夠膽 為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 總會百物有一疏 還有萬物都會有意外 如果一開始就這樣 第一 我是不想給自己這麼大壓力的人 所以不想這樣 但我也知道 往往有時 給自己壓力 如果是適當的壓力 我又會表現得比平時好的 我是永遠到今時今日 我做了這麼久的娛樂圈 我都未拿捏到這個位 說真的 但有時我知道 我自己會到的 是的 我就拿捏到的 我既然說得 三十秒Live Rio 我自己做 我就告訴你 我百分百沒有出錯 我對我自己太有信心了 所以我做的時候 就當做 那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對自己這麼有信心 那群組員都會佩服你嗎 說阿哥也是阿哥 都說他不用事 他沒有錯 我們也不要錯 所以他會令到 就算是攝影師也好 或者是寫作者也好 大家會越強越強 因為交給他那些東西 原來全部都不行 如果真的有上進 就要用心 入到他那一組 其實都很辛苦 你現在給點掌聲 壓力很大 我都經歷了七年零三個月了 我已經 才有今天 才有今天 但是真的 因為有人跟我說過 就是跟我說 他經常都覺得你只有樣子 但竟然跟你一起做節目之後 他說沒有想過你的反應這麼快 很多時候 扔出來的東西 你會有一些非常 沒有想過你會有的反應 和一些的說法 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他就說我對你另眼相看 所以我經歷了這七年零三個月 是值得的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跟你說過 他就說跟你做事很開心 但是以前看家裡的歡喜 覺得你應該是笨什麼 對 是7分 7分姐 但現在沒有人敢說她是7分姐 是 反應快捷 是 反光獨到 然後去同一個公關公司的老闆 兩夫妻都是公關公司的老闆 他說現在韓姐已經跟以前不同了 對 然後我告訴你 當然 我這麼拜下風 他經常欺負我 對 你想想想 我經歷了 由2011年的11月 到現在2019年的1月 我經歷了這幾年的地獄式訓練 大佬 那好吧 你還記得 還記得 我最好記成大利士 記恩 他很慘 他有時候 他又在車上給我鵝 我當然知道 有誰沒有 沒有被你鵝過 有誰沒有受過這種地獄式的對待 有誰 有誰